聯網總共有五個重點功能 我們先從第一個功能開始說 第一個是開門日誌 我們點擊這個開門日誌的時候 會從這個APP裡面看得到誰進出過這個家庭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第二個 12點29分這邊有一個九號指紋解鎖 九號指紋解鎖 我不知道這個成員是誰的時候 可以對他進行這個鉛筆 右邊這邊都有鉛筆 編輯成比如說爸爸媽媽或者是小朋友的名字都可以 這是第一個進出紀錄 接下來是屬於警報的部分 關心警報 警報它有分三種 一般警報、鞋子警報還有門鈴警報 按錯指紋、按錯密碼都會有警報的提示 第二個是鞋子警報 鞋子警報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遇到危險狀況 或人不舒服的時候 我利用我自己預先登錄好的 比如說小拇指來進行開門的時候 它會觸發一個求救警報給我的家人 有這個APP的家人 第三個的話它是屬於一次性的密碼 你只要開啟之後 它有五分鐘的時間可以隨意進出 怎麼觸發 如果有家人 有朋友在門口訪客要進來的時候 我可以先發一個短暫性的五分鐘密碼 這時候生成 它隨機生成 這時候生成好之後 就點擊這邊複製 然後like對方就好 它可以五分鐘自由進出 然後第四個 第四個的話是什麼 它是屬於這個 近端請求遠端開門的密碼 它是屬於請求性的密碼 我們看一下上方 我只要在電子的主機這邊 主機這邊 輸入這個 米0幾 這時候它就是在門口去請求一個 開門密碼的動作 這時候會在我的主機上面 在這個下方的位置 會收到一個 有沒有 黃色的標籤在發亮有沒有 收到這個訊息的話 我就可以直接幫它進行一個 遠端開門的動作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鎖的位置 有沒有 我現在點擊 點擊 確定要開嗎 確定 這是我們鎖的解鎖 我往下壓 有沒有 它就開了 這是近端請求遠端放行的開門方式 然後再來是最後一個 第五個 第五個的話 它是屬於這個 一次性的密碼 區間性的密碼 那區間性密碼 它是怎麼樣的操作方式 就是說我可以設定打掃阿姨 家教老師 他可以設定 早上九點到晚上五點的開門方式 那你只要這個區間都可以自由進出 甚至於你可以設定兩年的密碼都可以 好這就是以上的五個重點 密碼功能的一個介紹